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是他们几个人就是都有这个检查结果什么都是骗子什么这些 就是他的肺纤维化消失就是逆转肺纤维化 这个并不是说什么神奇的妙方也不是说什么密不告人 就是完完全全是根据辨证来取向的 就是我们是根据辨证不是根据什么肺纤维化 中医也没有透视眼也没有看到他的肺纤维化了 中医只是根据我们来我们取得像我们变得正来看的 也没看到他肺纤维化 所以说呢效果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把这些经验就是给一些同事啊 就是也是就是说一些老年病科的其他的就搞中医的一些同事说了之后 他们用这个思逆伞也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是吧 就是就是辨证啊能用思逆伞的才能用啊 辨证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然后基本上呢什么三副止咳呀什么的啊 那效果很好在症状上面啊 但是他们有一些逆转了有一些就做不到逆转 究其原因我觉得一个是辨证不够精准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掌握石仓铺 然后逃人和车前子的用法 他们以为我这几个药是随便乱用的啊 以为我是看着用的 不是这些药都是有出处的啊 这些药都是经过深思熟悉的 并不是往上面瞎开 那为什么要用石仓铺 就是我刚刚说过了 你看他这个展相啊 这个展相在这个地方摆着 他能够就是小剂量的石仓铺啊 三到六克 然后在配方里面使用 那他一定要和人僧什么之类的配一下的 对于他我刚刚不说了吗 他后伤延气 所以说小剂量的石仓铺 能够活化整个肺和止气管啊 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他的 有这个这个用法 那他为什么有这个用法呢 难道是西已经把病理做出来了吗 把药理做出来了吗 不是 是我们通过他的展相 就是通过取向 然后通过对他的这种 取出来的这个相 然后去做的这个事情 而且本经说他能治可逆善气 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而肺纤维化是个什么病 是个阴症 绝对不是个阳症 为什么肺纤维化会是个阴症 就是他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个阴症 原因很简单 因为阳气则 精则养神 柔则养精 所以你要是把这内经上面这两句话 我们不说内经上面在临床上怎么用吗 他既然是不能精了 然后也不能柔了 所以说他才不能养 不能养精的 所以从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哪解肺纤维化 难道年轻轻的小伙子会得吗 这个病难道是在年轻轻的小伙子里面得得多吗 不是吧 他兼职性肺炎一般都是年老体弱多病的人才会得这个病 生强力状的人得这个病的概率是有 但是很低啊 极低 所以说他是一个 以气血运行不畅为主的一个阴症 而且是个阴症的中后期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的吧 他说说干嘛中一息混在一起讲 其实中一息都只不过是一个象而已 整个世界都只是一个象 看你如何以你的意志去驱使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陶人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信任 他明明不是费上的问题吗 为什么我们不用信任 我们要用陶人 因为当我们用四逆散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把这个病位变在肺 当我们已经用 我们用四逆散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有四逆散的脉 然后他有四逆散的症 所以说我们没有把这个病 本来就没有把这个病定在这儿 然后我们用陶人的时候 然后希望是什么 这就是经典性的五行上面的术语 对吧 金木双条 那典型的金木双条的要陶人是一个 而且陶人你看 陶人又走又走根经 对吧 陶人走大长经 走个大长经是根经啊 然后他还走肺 但是肺是什么 肺是心经 然后但是陶人这个东西 然后还走绝阴经 他能走肝经 所以说用陶人 对吧 而且陶人 《本草经》里面 写得很清楚 他也能够止咳一下气的 所以说 这属于强强联合性的用药 而且他能够活血化矣 所以说他在这个时长谱的活化作用下 然后能够植入到这些里头去 然后进行这个作用 而且又能够进行润降 所以非常合适 还能通落 这就是药物的在临床上显用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药多用 那至于为什么用车前子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到这个明天可能就说到这个车前子的事 车前子是一位很多人都不重视的妙药 但是车前子是排在本经的商品里头的 车前子有一个特殊的功效 但是很多人不重视 那么他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真实的事 就有个宰相叫欧阳修 也是个著名的文化名人 这个文化名人拉肚子 拉呀拉呀怎么也拉不好 然后把当时的那些名医都请来看了 总之就是不行啊各种辣 然后呢后来这个时候开始招板天下 然后很多人治不好 来到个民间医生 民间医生给他一包粉粉 让他用米汤充服 哎充服了几次就好了 后来就问说如此神奇 能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吗 哇那个民间医生并不疆苦 很简单的告诉他 此乃车前子 哎后来说车前子一般都是这个什么 力小便的呀 然后都是拿来什么治疗 什么拢壁呀什么这些 怎么会治疗拉肚子呢 然后后来那个民间医生就告诉他说 此要通力水道 啊然后呢 你拉肚子 然后一般人的便便都是干的 而你的这个是吸的 难道不是水太多了吗 所以用车前子通力水便 啊 就是嘛 就是力小便以十大便 啊 用中医的这个经典性的这个 一样里面的话来告诉你 就是力小便以十大便 对吧 让水从小便走 走到他该走的地方去 不从大便里面走 所以就说 哎呀 后来我杨兄就很佩服 后来又问他说 这个车前子还能治什么 后来这个人就说 说了一句话 啊 那句话就暗合本经的道理 那句话就说 既然车前子通调水道啊 就是讽刺了 就是间接的讽刺了文人学医 对吧 间接讽刺了欧阳修一句话 间接讽刺欧阳修说 既然啊 你也熟读医书 那么既然你知道 这个车前子能通调水道 那么废为水之上沿 为什么他又不能治可闯呢 所以这句话就说的很到位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车 不只是车前子 就车前草全草 本身就有这个 因为他全草都有通调水道的作用 而废为水之上沿 然后这个水道就是整体的一通调了之后 然后他立刻的这个可喘 然后效果 因为很多人啊 这个脑子确实很僵化 想不到一件事 水师堂影 是不是一个东西 对吧 他就是稠点的水 吸点的水和特别稠的水嘛 对吧 他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嘛 你不能认为他是四个东西 他其实是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药 既然他能够通调水道 他为什么不能治废呢 他当然能治废 所以更不要说从五行上面来讲 还有一些关于精准五行应用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乙根合化精 乙木和根精在一起 是合化精的 对吧 夹和挤在一起是合化土的 所以其实上我们在用药的时候 早就已经就是说 把五行合化的时候 这些东西里面是考虑进去了 并不是单单纯纯的开了一个麻木的方子 所以他们有很多时候 都是以为别人开方子是乱加减 确实不是乱加减 很多也都是想到过的 比如说我要用它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向 其实我在自己心里面在取向的时候 我取完了向 我在它的这个五行构想上面是已经实现了的 所以我在用药的时候 我才要实现我的整个的五行用药的构想方向 因为我当时我看到的那几个 就是治的还都不错的那几个肺心丸化 就用这个思逆伞 当然有用别的方法治的 但是这几个用思逆伞的 我看到了它都是木精不调之变 它全部都是木精不调之变 所以我用思逆伞加这个什么 陶然车前子这个时长谱这个 为了就是要平调这个木和精的关系 而且调的是什么 调的是主要通调的是以木和根精 我在心经里面 我是没有取心经的巷子 取心经的巷子取得很少 主要是在陶人里面取了一点点 在车前子里面取了一点点心经的巷子 所以说这个里面有一个灵魂在里头 可贵的不是这个方子 这种方子我们一天都能 今天都能搞出很多来 可贵的不是这个东西 真正可贵的是我这个里面的这个灵魂 这个灵魂是什么 就是我一直说的 那个阴阳无形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阴阳无形 比如说如果黄浦江上现在起了一阵风 那么我抬头看到了黄浦江这阵风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到什么 我一定会想到经界防风 一定会想到我的干经 一定会想到我的乙木 因为乙木在人身上就是干 所以黄帝内经上面有一些话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课后面不是还有那个 黄帝内经和难经的那个临传解析吗 所以经典上面有一些话 它并不是死呆呆的在那里来说 说个什么东西 而是告诉你 它们是同一类 同一类就是你看到这个你就能够知道 说到风的时候 其实跟风有关的这一类的东西 你已经全部都知道了 同样的 你看这个黄浦江的这一阵风 然后我们想到了这么多 对吧 想到了金剑防风 然后想到了这个乙木 然后想到了天地之间阳气之变 天地之间阳气之变为风 然后所以说你在这瞬间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全都想到了 这就是什么 取向笔类 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天地万物在你心里面只有五类 总共就五类东西 你说你还搞不明白吧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五类的加减应用 如果你说是阴阳的话 那么就是天地之间只有两类东西 对吧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时空里面 暂时性的归纳为这两个类别 你还搞不明白吗 其实这是一种极高明而极简单的方法 但是关键就在于你取向的时候 把它取好 你不要一个中医 你去取一个西医的向 而且还掉进了西医的向中去 我们中医可以取西医的向 但是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我们的思维 我们绝对不掉到西医的向里头去 因为西医其实它也是在取向 对吧 它做个B超 做个CT 它是不是在取向 它是不是取出了它所认为的客观 但是它所认为的客观是真相吗 它所认为的客观如果是真相的话 它就不会存在着那么多功课不了的内科病了 它只是看见了现象 没有看到现象后面的气化的本质 中医它看上去是不客观的 它只看到了气化 但是它却用气化这件事情 解决了全天下的现象 所以学中医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灵魂 你得到多少经验 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一件不完整的事情 比如说我当年记了很多本资上面经验 记了无数的这种经验 很多都是很多老中医的这个秘传 但是后来这些东西 因为有一年我认为我应该是要去离开这个世界 我应该要认为我要去出家去了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监献了出去 没有料到这个家没有出城 那么但是呢 我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些就是那么多年积累的什么手抄本啊 什么这些经验啊 什么这些什么神奇的这些方叔丢掉了之后 然后我就失去了这个做一个中医的资格了 那当然不是 就是那些拿了方叔的人 他们把方叔就是高翻着 然后或者说就认为这些是一些经验方 他们就认为应该把它开发出来 搞什么 开发出来是对的 但是里面有一些方子 如果缺少了这个用方子的人 他没有灵魂 这个方子的疗效可能就从百分之九十几 然后就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几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 不管西药中药都是 它只是什么 它只是一个物质 只是一个像而已 离开了那个能够取向的灵魂 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所有的生命 所以中医它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帮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进阶帮啊 把它当做一个高阶帮来讲 所以我们说的 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个灵魂 有好多人现在 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所以你们受到的毒害 我也受到了 就是你们受到的污染 我也受到了 大家说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说肝硬化呀 说这个时候 这些污染我们都受到了 就是我们已经情不自禁的 受到别人取得像的这个影响了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我们要把握我们自己的灵魂 就是我们自己的灵魂 就是中国民族独有的东西 就是别人没有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个阴阳五行 这一套东西 你要往深入了去研究 因为这一套东西 看上去你一开始研究的时候 也许有点难 对吧 你觉得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你仔细地发现 阴阳才两个东西 五行才五个东西 再复杂能复杂到哪里去 就我经常说的 十以内的整肃的加减法 你要都不会的话 但是你会发现 这条路可以帮助你 一直走到巅峰 而且这个巅峰的话 就是你走到巅峰的时候 你已经对这个世界 完全地理解 像那次我跟他们到西藏去 然后跟一个康布聊天 然后我们就聊到 就是对于开悟的这个概念 那个康布嘛 他会说中文 他解释这个开悟的概念 就是说 说粗步的开悟 就是说 对这个世间所有的现象 没有迷惑 这个叫做开悟 然后当时我听了他这句话说 我说如果这个定义 是准确的的话 那么所有优秀的中医 都是开悟的 就是理论上来讲 所有优秀的中医 都应该是开悟的 因为优秀的中医 就是他对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现象都没有迷惑 就是我可以治不好 但是我绝对没有迷惑 就是我的心里面 对这个事情 他的阴阳五行是怎么样的 我绝对没有迷惑 然后等他再来的时候 我会研究 这个治不好的原因在哪里 是他的命速到了吗 还是我在这个阴阳五行的配比上面 出现了一个失调 然后我会再调整自己 但是我绝不迷惑 我绝不迷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像天上的星星 他要干什么 要参北斗 就是他有北斗来作为他的定盘 那么中医人来讲的话 他有阴阳五行来作为他的定盘 他绝不迷惑 他对于什么风水啊八字啊 就是所有的这些数数类东西 绝不迷惑 因为他有一个定盘的东西在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用阴阳五行 这一个理论基础 正要八经的就是说 商医命相部 全部都是从阴阳五行当中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你只要把它搞好了 你就有了灵魂 一个有灵魂的中医 他的这个灵魂和天地之行 一起共振 这个种情况下 如果还不好 那就是他该死 那就是命中该决 就像连那个药王孙孙秒都说过 说趁我十年硬 对吧 有病早来治 就是你趁我的这十年 就是一硬最盛的时候 有病早来治嘛 然后就说得很清楚 就是医生有医生的硬士 病人有病人的硬士 那么这天地当中 没有一样东西 不在阴阳五行当中 然后也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是值得我们去迷惑的 所以你了解了阴阳五行 也许我们中期一生 可能都不能够 证悟到极高的境界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你了解了阴阳五行 一样可以什么 一样可以实践佛经上面说的 三千大千世界如在斩中 因为中国人用自己 独特的理论体系 重新解构过这个世界 所以这就是它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石昌普 那么这个石昌普 这个药呢 这个是一个极其优胜的药 那么这个药呢 它有很多代表性的名方 我们刚才说过 孔盛整中当呀 然后昌普郁金汤呀 仔细了解 它的这两个经典性的配方 从而对这个药 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你不要忘记 作为一个优秀的传统的经典的合法的致幻剂 它能够给我们这个红尘世间带来多少快乐 因为疾病本身就是一种幻觉 尤其很多心理精神疾病 本身就是由幻觉产生的 所以说要以幻知幻 所以这个药在这个时代 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 还有上海深圳北京 纽约东京 这些大城市 是一个重要的药 只要是精血充足的人 然后只要它具有这种被阴邪所遮蔽的这种特点 你都要注意它的使用 那注意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员